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生命福音》这个节目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 是记载在《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二节 《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九到十二节这么说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一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这是神的话语 听众朋友,假如你把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任何地方的人 从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带出来 并且把他带到上海的东方明珠塔前的广场 对他说,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片混乱而且疯狂的 对于人们怎么样匆匆忙忙走下升降机上上落落的地下铁 他都感到十分的好奇 他想知道在马路上奔驰的那些金属物体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人们会招呼那些戴小黄帽子的那些金属物体 然后就塞进去呢 这人面前有种种的困惑 眼前的情景对他来说是如此的混乱疯狂 他不知道有何目的 眼前的世界似乎充满无意义的构建 假如你住在上海一段时间 你不会觉得东方明珠塔毫无意义 尽管它不再很有意义 但我会建议你 那塔的形象可以说明随着时间的过去 越来越多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生命 你越是年长 越是察觉生命似乎不按规矩增长 你年轻念大学的时候 你肯定有些事情绝不会临到你 或者是有些事你绝不会去做 你看到一些规矩 你身边没有朋友会这样做 不过随着时间的过去 你开始怀疑 这到底规矩何在 好人难当 好人搏命等等 这些是腐蚀皆是 实际上 当人越是年长 就会开始思想 人生是否有机可寻 一切的发生是否有原因 理智上说 这是真有其事的 在理性世界里 越来越多思想家说 宇宙在根源上 其实是杂乱无章的 古老的科学观点 认为宇宙是机械化的 有一些定律 必须持续的运行 但是像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 史蒂芬霍金这些人 还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人 也都说 不 他们认为宇宙并无迹可寻 是没有原因的 生命是混乱的 历史是混乱的 除了混乱之外 别无其他 这是今天人们 一种既实际 又理性的看法 针对这样的看法 我会说 基督信仰 能给予最奥秘 最深刻的 最果断的答案 而这个答案 就在刚刚读的 所读的经文里 耶稣是王 那换句话说 如果你看到那个从 南美热带雨林出来的 可怜家伙 在东方明珠塔一带徘徊 不知所措 你去叫停他 让他坐下 安抚他 说 镇定一点 让我解释吧 你可能没有办法 立刻的向他解释 他要很久才会弄明白 什么是地下铁 他可能不明白 电力到底是什么 但你可以对他说 安静下来 一切都可以解释的 当我们察觉历史中的生命 似乎很混乱 圣经会对我们说 安静下来吧 一切都可以解释的 同样 圣经说 我不能在一个晚上 为你解说清楚 但一切的关键 全在于基督 作为君王的身份 让我告诉你 这是怎么回事吧 这可以回答 面前说的看法 让你知道圣经 如何以最深刻 奥秘 而且最果断的答案 回应历史里的 显著的混乱 首先 圣经说 基督 作为君王的身份 有两方面 你必须记住 明白这两方面的含义 同时 他将它们看为截然不同 但又不可以分割的两方面 不同的 却不是格列的 让我解释这两方面 这到底是什么 答案就是在这段圣经中 第一方面 就在前部分 经文说 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每亿 使天上 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这提到 那个要降临的国度 耶稣基督 有一个国度 是一个正要临到的国度 他的国度 有一个未来的远景 举例来说吧 神创造了宇宙 同时 造十钟的工匠 造了一个钟 只是神 把他自己放在这个钟里面 起初 神创造了宇宙 就好像一个造钟的工匠 造了一个十钟 但是神 把他自己 放进这个钟里面 而我们人类 就是那个小持轮 如果打开 那个钟的背后 如果宇宙就是一个钟 你可以打开 它的背后 它的设计是这样 那个钟背后的正中央 就是人类 人与上方的神相联系 又与下方的大自然相联系 我们是世界的摄政者 是神在自然界中的副手 但是当我们决定 废掉副手的职位 当我们决定 要成为自己的执政者 成为自己的君王 自己的主人的时候 情况就像齿轮 从轴心掉落了 掉进底下的轮子里去一样 当我们决定 当自己的导演 当自己的执政者时 宇宙会怎么样呢 发生在宇宙中的事 正如发生在十钟的一样 假如事情是这样发生 宇宙便开始冒烟 摩擦 产生裂缝 破碎 许多卷状物 弹簧 杠杆 朝四面八方乱飞 换句话说 宇宙开始解体 每一个科学家 物理学家 甚至可能每一个心理学家 每一个神学家 都会说 这是生命的本质 宇宙的本质 它的各方面 包括物质上 社会上 灵性上 文化上 都在解体的过程中 一切都在腐化 一切都处于分解的过程中 一切都在分裂 散开 因为齿轮 从十钟的轴心脱落 掉在底下 一切都在呻吟 一切都在嘎啥嘎啥的响 无法正常运作 因此 疾病和腐坏衍生 不义和压制的事临到 恐惧和罪疚 进来了 这全是因为我们 没有与天上的 君王基督联系 如今透过圣经和历史 我们知道神 容许悲剧自行解决 我们是自由道德的代理人 神让事情发生 他让我们承受后果 但他应许不让我们 永远自食其果 他应许不让我们 永远死亡 他应许有一天 他要再来 重建他的国度 而且他要把人类 放回轴心上 他要从上面 与我们再次恢复联系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万事都会得到医治 在物质上 社会上 以及灵性上 都要得到医治 一切将会再次和好 这就是保罗 在经文所谈的 因为这是一个 伟大的计划 当日期满足了 神会按照 他所喜爱的成就 这一切事 因此这就是神 奥秘的旨意 这就是神 终极的目的 就是这个历史时刻 使天上地上的万事 都要在基督做元帅里 同归于一 一切分裂的 分崩离析的 他们都将要被组合起来 成为一个完全的整体 我们渐渐老去的身体 将不会衰残 而会成为安全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不会被灭 而是要成为完全 我们的关系 一切都要在一个元首之下联合 这个元首 指的就是基督 就是君王和世界的元首 这就是将来 当万事都要得到满足的那个时候 一切都要联合 一切都要得到医治 但是基督要成为元首 而宇宙在某个意义上 再次成为基督的身体 身体是什么呢 身体就是所有的器官系统 完整而且精密的相互联合运作 而不是一组组的轮子 滑轮互相的排斥 正如今天的宇宙一样 这就是神的终极目的 当日其满足 耶稣基督将成为万物的君王 一切阻力都要被除灭 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要把我们重新安置在轴心上 我们将再次与上面相互联系 可是我们不能真正的知道 这将是怎么样的情景 但是的确值得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 去默想将来的状况 我们所知道的是那些似是而非 美丽的比喻 我们知道当基督做万物的元首和君王的时候 死亡会消失 腐坏最终会腐化 分散的会分散 疾病会永远败亡 一切的结束将取终人散 暴力将被除灭 破坏将被废弃 诸如此类 神爱他的人 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我们可以想象极其多 那么你想象一下 那一天当神对你说 你想象不到神究竟为你预备了多少 那究竟是怎么样的情景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你不能知道你能够想象将会有很多的喜乐吗 你不能 那种喜乐是无比可拟的 在基督成为万有元首的那一天 一切都要成就 这是基督作为君王的其中一方面 他将要执行他的王权 他将会有一个属于他的未来 以及完整的王权 但是这里要提到基督君王的另一方面 我们已经略为提到了 他就是现今历史中的君王 在人性上 他或许还没有摧毁一切抗拒他的事情 但是历史并不抗拒他 他完全掌管历史中的每一件事 你要知道历史的整个意思 就是圣经上说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 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在现代中文修订版圣经保罗又说 宇宙万物都要按照上帝的计划 和决定来完成 上帝根据他 原始定下的旨意 和和本圣经说 这原是那位随己一行 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关于基督君王的这两方面必须结合起来 不然你不会了解你的生命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尾段 把这两者联合起来 说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说 虽然你还没见到 耶稣基督被立为君王 你没看到 他按着他做王的旨意 除面一切的对敌实力 因此你看到的都是破碎 身体的残缺 到处都是痛苦和苦难 但是现在历史 是由这个君王掌握的 你可以说 耶稣基督就是历史中的驾驶者 他正在朝着那个终点 俄梅嘎 实际上是起点 阿拉法一路前进 到了那里 他将要充满万有 因此 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每一个单一的事件 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而且用希腊话来说 这就是他的布罗 他的计划 他的目的 这是他的计划 他有一幅蓝图 而且正按着蓝图做工 正在领导历史 以至他那完全的王权 会产生效力 对宇宙实行他完全的医治 你必须将这两件事情 结合起来 否则你的人生 就好像是疯狂的 再举个例子 有人说 啊 等一下 如果现在 耶稣基督是掌管万事万物的君王 万事都是照着他的计划发生的 那么这意味着他计划了地震吗 难道是他使天花倒塌 使那些可怜的人在睡梦中就死去吗 如果耶稣是君王 为什么有这些苦难呢 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忽略了答案 是多么错综复杂 耶稣的王权不仅只有一方面 而是两方面 现在他已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计划 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没有地震的地方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计划 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没有凶杀 没有谋财害命 没有死亡 没有任何其他败坏的事发生的地方 而他正带领我们前往那里 因为在我们到达之前 还有许多事情会发生 或者说 如果我们生于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一定不会知道 耶稣被钉十字架 我们不会明白那事 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必须到世上来 为世人舍命 假如耶稣没有死去 假如他没有为那些相信他的人的罪付上赎架 那么当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当然是神并没有以一个恰当的方法来对待我们 我们并不会知道那一切 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然而 这当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事要发生 换句话说 神将要带领我们到没有痛苦的地方 但我们在途中要经历痛苦 在前往得着冠冕的路上 必须经历十字架的痛苦 这发生在耶稣身上 以照样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某个程度上我们明白这一点 当我们渐渐老去 自然领会到没有难处的人生 是肤浅的人生 没有经历过失败的人生 是没有内涵的人生 你会本能的察觉到 如果我们没有遭遇过难处 我们不会对自己认识的更多 而且许多时候 若不是我们遇到难处 我们不会认识神 有各样的提示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我们不完全明白 但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作为君王有两个方面 他正引导我们前往一个 不再有地震的地方 然而在这途中 他会一直脱带我们经过地震 直到目的地 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 没有十字架的地方 那里除了冠冕以外 没有其他的了 但是在这途中呢 他自己先经过了 十字架上的痛苦 亲爱的朋友 神憎恨地震 但圣经说 这些事全都要交织在神的计划中 有人会问 如果他真的是君王 为什么他不尽快进行他的计划 他在告诉我什么 为什么他还慢慢来 我不完全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 让神听到的话 大概可以这样解释 大多数为人父亲的都有这个经验 假如你有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你对他说 我们去探望爷爷奶奶上车吧 那个小家伙说 好 大家都上了车 开始上路了 过了五分钟 孩子就问了 爸爸 我们到了吗 你却说 孩子 我们还没到 为什么还没到啊 我累了 我现在就想到达 你说过 你要带我去的 为什么那么久 还没有到啊 你会说 好吧宝贝 到爷爷奶奶家呢 还要有三百五十多里路呢 我们刚刚走了五分钟 还要很久 才能够到达 孩子说 爸爸 你开快一点 不就行了吗 你不是很强吗 你可以开快一点啊 于是 你设法向一个三岁的小孩子 解释一些基本的物理定律 他听不进去 他说 你很差劲 在某些特点上 你怎么样对一个孩子说呢 你说 宝贝 你不过是三岁而已 你不明白物理学 很抱歉 但我只能够告诉你 系好安全带 保持安静 人们 为了否定神的存在 进行很多非常有学士的对话 他们的对话 是基于 如果耶稣真的是君王 如果他正带领我们 前往一个没有地震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呢 非常博学 非常美好的 非常非常精密的问题 然而重点就是 爸爸 我们还没有到达吗 为什么还没有 为什么你不走快一点呢 因为我无法明白某些事情 而那些事对神来说 大概简单的 就好像我们学习 基本物理学那样 因为我不明白 所以根本就没有神 这是正常的反应 但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跟耶稣维持关系 就像我和三岁的孩子 维持关系一样 那么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具有意义 这一点是成立的 如果耶稣基督是君王 那不是所有事情 都具有意义的说法 是有意义的 如果这一点是成立的 那么上面说的事情 就无法被人们理解 耶稣基督在掌权的 这个伟大的教育 是何等富有内涵的奥秘啊 我们不明白所有事情 但是神说 我正带领你到那个地方去 耶稣在那里 要充满万有 而且万有要合而为一 与此同时 每一件发生的事情 所有发生的事情 都是为着带领你到那里去的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万事都是神设计的 为要领我们到 耶稣基督做万有之王的 那个地方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实际的分解一下 我们刚刚谈到 为什么神控制历史 神正设法带领我们前往 耶稣做万有之王的地方去 但他是怎么样控制历史的呢 圣经以福所书 第一章十一节说 这原是那位随己义行 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我们来默想这句经文 在历史中 这个教义被称为 神的眷顾 神的眷顾 眷顾的英文 Paphatist 这个字是出自 Powai 就是提供 意思是万事的发生 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所以这个教义是独特的 这个教义与人文主义 有所区别 与世俗主义有所区别 也与伊斯兰教 佛教和东方各个宗教 有所区别 神的眷顾 这个教义是独特的 他与万事息息相关 我要告诉你 如果你明白万事 你的生命将会被改变 你的态度也会被改变 你对待明天人生的方法 也会被改变 如果你明白 耶稣如何透过眷顾管理 来执行他的王权 如果你明白万事 如何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运作 照着他的目的运作 那么这个知识 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 万事的意思是什么呢 万事有三方面的含义 第一万事的意思是 神的计划 包括微小的事情 神的计划 包括微小的事情 这是必须的 我们大多不会这么想 真言十六章三十三节说 千放在怀里 定是游耶和华 意思是说 就算你执一个硬币 无论是像一面呢 还是字的一面呢 这也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计划中 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让我再进一步说明 人们会说 怎么会没有一件事 不是在他的计划中 你说谎吧 难道凯勒牧师 今天穿的衣服 也在神的永恒计划中吗 难道你说 我今天所穿的鞋子 也是在神的计划中吗 像这么小的事情 也在神的计划中吗 嗯 在你和我看来 这些都是很小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如此无知 其实根本没有 微不足道的事情 1912年 有人试图枪杀美国第26任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 他射中他的胸部 你们知道 为什么他还能活着呢 那是因为他恰好 把他的眼镜盒 放在了他中枪的那一边 而不是另一边 听着朋友 你的婚姻 你的事业 你上什么学校 许多时候都是由一些所谓的小事情来决定的 听着朋友 你人生的每一件事 就是如此纠葛在一块 每个科幻小说大师 雷布莱伯利 写过这一类事情的小说 雷布莱伯利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 谈到未来 谈到时间旅行 故事说到 当人们回到过去 他们必须小心翼翼的走到一个磁场上 并且不可以去触摸任何东西 不然一切都会改变了 在其中一个故事中 说到有一个时间旅行者意外的滑倒 在磁场上摔了下来 踩死了一只蝴蝶 结果一切都改变了 宇宙的一切 历史的一切 从此永远改变 因此万事都相互的连接 人们会说 你的意思是神已经把万事都铺排好了 如果你细想一下 你会知道没有别的方法 你能够想象 如果一个人每天起床的时候 知道这一天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知道有所谓几率这回事 你想他将感到多么可怕 知道最微小的事情 能够全然改变你人生的一切事 单凭这一点 便能够完全改变文明 神的计划包括万事 而这一个教义 是你安然稳妥 第二 神的计划包括我们的选择 有些人在这方面会有困难 对吗 第一点我指出 神的计划包括微小的事物 每一件微小的事情 万事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圣经说 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 这很可怕 这意味着我们都被命定要听从指令做事 毫无自由可言 完全没有自由 不对 由于是万事 所以这个想法是错的 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 神的计划包括我们的抉择 宿命论 请仔细听听啊 希腊人教导宿命论 罗马人教导宿命论 穆斯林教导某个形式的宿命论 叫做安拉的意志 但是宿命论 宿命论不包括我们的抉择 在思想的宿命论上 除了我们的选择之外 没有一件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举个例子啊 在希腊神话中 如果有个预言说 这个女人或男人注定要当罪犯 如果那个可怜的人设法做一个好人 过善良的生活 避免犯罪 那是毫无作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希腊的世界观里 在一个宿命的世界观中 如果你注定是个罪犯 那么不论你做了什么 都不能够改变这个命运 虽然你可以选择 但是你命中已经注定了 不论你多么努力去做 你还是注定要成为一个罪犯 这就是宿命论的思考方式 换句话说 除了你的选择以外 其他的一切都是注定的 你可以借着你的选择 做任何事 但是都毫无作用 基督信仰的观点却不同 基督信仰认为 万事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包括你的选择在内 神的计划是透过你的选择 包括你的选择而制定 而不是虽然你可以选择 但却起不了作用 意思是说这个观点非常简单 也非常奥秘 非常奥秘 却又是非常有内涵 简单的说 你的选择总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比如说雅各 雅各得罪了父亲 夺取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 因此他必须离开家 在异乡生活 他的人生非常坎坷 然而他在异乡遇见了他生命中的挚爱 就是拉杰 他们结婚了 生孩子了 弥赛亚耶稣基督 是从他们的后代而生啊 所以很显然 雅各必须犯罪 必须漂泊到异乡 以至耶稣能够降生 很明显的 耶稣是神所计划的 不错 是的 所以那个罪也是被计划的 是的 当然是的 然而那个罪是自由的 那个罪要负上责任的 没有人强制它的 然而那件事情 却是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那个计划和选择 所以雅各要面对可怕的后果 万事互相效力 雅各是完全自由的 也要完全负上责任 然而每一件事情 在他身上的事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突然间神掌控一切 我们自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件事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可以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件事都是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可以去选择 但是神从来没有注定我们的命运 英国著名牧师斯布珍讲过一个伟大的故事 斯布珍相信所有这些真理 他是进信会的传道人 有一次他去探访一个生病的朋友 他问那个朋友 你好吗 他的朋友说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注定要我活下去 还是要我死 斯布珍应该可以讲一大篇道理给他听 但他说 好吧 按照希腊的宿命论 如果你注定要死 那么你做什么都毫无关系 但这不是基督信仰的观点 不是 你的选择总是与神的计划相连 可是斯布珍说了什么呢 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 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 将会发生什么事 如果你吃药 你注定可以活下去 如果你不吃药 你注定要死亡 万事 每一件事 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虽然你不是总能够完全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但这是完全合理的 在《使徒行传》中有一段伟大的事迹 第27章那里记载保罗在船上 船遇到大风暴 保罗起来对船上的人说 神已经指示我 船上的人都不会丧命的 但我们这艘船却保不住了 这艘船会被风浪打沉 但没有人会丧命 神已经说了 那是个预言 可是到了半夜 有个水手仕途放下救生船逃命 保罗恰好看见了 就对他说 如果你登上那只救生船 我们全都会没命 不要登上救生船去 这是在他刚刚说了 神说过没有人会灭亡之后的第三节经文 那些水手怎么做呢 他们说好吧 保罗说不要登上救生船 不然我们会没命 当然没有人丧命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我们可以选择 但是神从来不会注定我们的命运 只是神要借着我们的选择行事 因为基督信仰不像宿命论 在基督信仰的观念中 万事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亲爱的朋友 这意味着当你做选择的时候 当你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不要松坚说没什么关系 因为如果你做出好的选择 你会有好的处境 如果你做了不好的选择 那么各种可怕的后果 会接踵而来的 但同时 这个伟大的教义奇妙之处 就是你必须知道 你不能够把生活搞垮 你要接受神为你预备的一切 圣经说 神为你预备的旨意 都是出于他的爱 你不能做一些事情 来使到神苦恼 神从来不会俯视着你 说 哦 天哪 他做那事干嘛 现在我要怎么样做 我大概要让他嫁这个男生吧 但是我不知道 神不会这样做功的 你做了不好的选择 就是做了不好的选择 你做了坏的选择 就做了蠢事 鲁莽的事 邪恶的事 你就要面对后果 然而万事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你不能够搞砸你的人生 神正在你生命中做工 最后 神的计划包括万事 所以必须包括微小的事 神的计划包括万事 所以也包括选择 他作为君王所掌管的历史 包括万事 包括那些坏事 我知道 这是最难接受的一点 但是让我用一个故事来跟你解释 神憎恨坏事 然而他把坏事也包括在内 他把所有的事都交织在他的计划中 有人会问 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 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是个奥秘 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里我得说 我像个小孩 你像个父亲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那么快到达奶奶那里 但在另一方面 我明白你是父亲 所以我会系好安全带 保持安静 圣经告诉我们 多更多更多的解释 圣经并没有把我们当成小孩子看待 却告诉我们一些奇妙的事情 让我跟你举个例子吧 这原是那位随即一行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或者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雅各和约瑟的故事 这精髓也告诉这个道理了 雅各是个族长 有十二个儿子 可是他做了为人父所能做的最愚蠢的事 他单单宠爱一个儿子 就是约瑟 他溺爱这个孩子 对他宠爱有加 而且他对这个孩子太过爱得太明显了 约瑟显然成了父亲的宠儿 在这个家庭中 没有比单单溺爱一个孩子 更让其他家人伤心的事情了 而且确实这令他的家人受苦 约瑟长大了 因为他从小被宠坏了 因为百般宠爱在一身 他变得很傲慢 很肤浅 而且毫无修养 在那种从小被溺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总是在行为上显得肤浅 缺乏内涵 与此同时 其他哥哥们因为他的父亲与他的疏远 而内心呢就怀恨 他们长大之后与父亲的关系疏远了 而且怀着愤怒 最后他们的怒气集聚到一个地步 以致他们做了很可怕的事情 他们把约瑟掳去了 把他丢在一个坑里 卖给人当奴隶 他们对父亲撒谎 说他死了 被野兽吃了 约瑟成了他父亲雅各的神 约瑟是他的偶像 所以这个坏消息 使雅各顿时失去所有的希望 多年以来一直闷闷不乐 这些儿子们做了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也一直活在罪咎之中 内心的煎熬让他们实在是难以忍受 随着日子的过去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逐渐的疏远 他们以及他们的父亲的人生 都是很悲惨的 但是约瑟并没有死 他被卖给人做奴隶 奴隶的生活充满心酸很难 可是在埃及的遭遇带给他的 却不是他父亲所能给予他的 雅各绝不可能给他品格 勇气聪明智慧 而且他学习到仅仅依靠神 逐渐的这个环境 把约瑟的内在潜质运移出来 假如他一直待在家里边 这一切永远不会发生的 他所面对的环境 使他的潜能发挥出来 然后他逐渐的被提升 成为埃及的宰相 凭着他的预见 他知道将会有饥荒临到埃及地 因此他制定了一个储蓄粮食的计划 以致当饥荒来到的时候 百姓不至于饿死 在丰收之年 他负责派发粮食 让百姓在荒年来到的时候 仍然有粮食 后来饥荒不仅打击了埃及 也一直伸展到雅各居住的地方 约瑟的十一个兄弟们还活着 雅各拆了十个兄弟 向埃及去买粮食 免得被饿死 他们见到约瑟 却呢 认不出是他 倒是约瑟呢 把他们认出来了 可是约瑟没有向他们表露他的身份 约瑟实在没有办法相信 能够再与哥哥们相遇 他想报复 但是只是试探他们 他说 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只是说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 我们有十二个兄弟 其中一个死了 还有一个小弟弟和父亲在家里 父亲年纪老迈了 约瑟说 你们是探子 你们要来这个地方 试探我们 把情报交给侵略我们的国家 他们说 不不不不 不是的 我们不是探子 我们真的都是兄弟 好吧 我要告诉你们 我要做什么 我要把你们其中一个留下来 我要西面留下来 把他关进监牢里边 然后我只给你们一点粮食 让你们带回去 如果你们想要多一些粮食 如果你们不希望饿死 那么你们要给我证明 你们真的是一个家族 把你们最小的弟弟带来 把你们说的变雅敏带来见我 那么我就知道你们说真话了 如果你们不把变雅敏带来 你们就永远见不到我的面 你们也别想得到粮食 你们会饿死 于是他们忧愁地回去 告诉父亲雅各 说 爸爸 我们只得到一点点的粮食 但是如果我们要再回去的话 我们一定要带变雅敏去 这个时候 雅各哭了起来 在创世纪第四十二章三十六节 记载这件事 我认为他的哭喊 就是没有透过基督作为君王的眼光 去看生命的人所发出的那种典型呐喊 他们说 我们必须把变雅敏带去 我们一定要再回去买粮食 雅各却说 不行 约瑟没有了 西缅也没有了 你们也要将变雅敏带去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约瑟没有了 西缅也没有了 你们又要将变雅敏带去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 雅各说这番话的时候 神正在为他尽最大的努力 如果雅各没有失去约瑟 那么约瑟和相关的事件 整个事件都会被摧毁 如果雅各没有失去约瑟 那整个地区的百姓都会因为饥荒而死亡 透过痛失约瑟 神医治约瑟 神使他的哥哥们谦卑下来 他在经济上帮助那个地区 而且把摧毁雅各生命的偶像除灭了 神正在为雅各尽一切的努力 神正在扭转乾坤 这是雅各想到的事情吗 不是 他说什么 他说约瑟没有了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 其实约瑟只不过被隐藏起来而已 他正在准备 西缅也没有了 西缅还在吗 他正在准备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如果你不认为神知道这事情比你多 如果你拒绝相信耶稣基督是君王 如果你不相信他是美善的 那么你的人生就像雅各当前的光景一样 亲爱的朋友 你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在你查看你当前的人生时 你有什么感觉呢 你是否有这种感觉呢 你内心发出怎么样的呐喊呢 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爱 我永远都不会成功 这些事情不复存在的 这些事情都归到我身上 都冲着我来 这是你当前的感受吗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看看雅各 你就有这种感觉 他就是这样看事物 他是一个组长 不是愚蠢的 你也不要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错了 你错了 要小心啊 你要以雅各的哭喊 做镜子 去查看自己 他说约瑟没有了 西缅也没有了 你们又要将变雅敏带去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你要听那个哭喊 那是一面镜子 你要对自己说 我不要像他那样 我不要说这样的话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明白神的计划 包括坏事 包括你的选择 包括微小的事 而且神的计划 在掌控着每一个单一的事件 直到最末 而且要促使耶稣基督 成为万世的君王 成为一切的一切 一致宇宙 那么你便会明白 神眷顾万有的这个教义 假如你明白这个教义 并且开始按着他来过活 同时你也不断提醒自己 这些道理 那么这究竟会对你产生 怎么样的影响呢 在结束之前 我们来谈谈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 这会使你成为有尊严的人 如果你相信神憎恨罪恶 你也憎恨罪恶 尽管你把这个教义 存继在心里 你还是会受到伤害的 你将会受到伤害 发现各式各样的坏事 都要临到你身上 而且围绕着你 但你知道 你可以输掉一场仗 但你不会输掉一场战争 异教对于邪恶的观念是 邪恶就是这样 接受他吧 现代的人认为 邪恶是偶然发生的 让我们跟他拼过 但是基督徒明白 我们是蛮有盼望的 与邪恶对抗 这里面就包含了尊严 有一首歌 它的名字叫做 神在掌权 虽然这不是一首很伟大的作品 但歌词以及合唱的部分 听起来庄严肃目 歌词说道 神在掌权 我们相信他的儿女 不会被撇弃 神在掌权 我们选择相信 我们选择纪念 且永不动摇 你听歌词说 我们选择纪念 且永不动摇 在他之上 或除他以外 没有别的能力 我们知道神在掌权 歌词里充满尊严 在你面光中 我们选择纪念 且永不动摇 这是你的选择 这里面充满着尊严 第二 这也有一种满足感 因为当事情变了糟透的时候 你知道神要怎么样对待你吗 有一本故事书 书名叫绒毛兔传奇 故事说到 两只绒毛的动物 这个玩具在幼儿园里面交谈 其中一个玩具 对另外一个说 成为真实的动物意味着什么呢 那只皮质的马回答说 那是一件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当小孩子爱你 会花很长时间 很长的时间和你玩 他不单单的跟你玩 而且呢真的爱你 你会变成真正的动物一样 这要花很长的时间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事 不常发生在人身上 人很容易破碎 或者有尖锐的边角 或者他们要被小息的保管 一般来说呢 等到你表现出真实的一面的时候 你大部分的头发会掉落了 眼睛也会脱落了 你的关节会变得松散 而且你很破旧 但是这些都无关重要 因为一旦这是你的真实 你就不会丑陋 除非人们都不明白 你看 如果你明白基督是君王的教义 那么你便知道 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都是神使你表现真实的方法 即使你的头发掉落了 眼睛脱落了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有点破旧 而且背面的棉花都掉出来了 可是因为你知道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 所以你有一种满足感 神的计划包括万有 最后圣经经文里有一个警告 神的眷顾这个教义使我们谦卑 因为我们明白万事互相效力 叫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应许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万事相互效力 叫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意思非常重要 这是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 非常关键 所发生的万事 目的就是为使基督成为君王 对吗 万事的目的就是为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这意味着如果你已经接受基督成为你生命的君王 如果你已经把他当作你的救主和君王 如果这是你生活的目的 如果这是你人生最主要的渴求 那么世上的万事 每一粒沙子 每一个原子 每一个分子 每一件事 都是为你而做成 万事相互效力 叫神的人得益处 但是在另一方面 如果你以自己作为君王的身份生活 如果你抗拒基督作为君王 那么你或许是虔诚的 但是是你自己的主人 你当家作主 发好施令 如果你的行为违背基督作君王的旨意 那么宇宙中的每一件事都跟你对立 这当中没有中间立场 不能两者兼得 要么宇宙的每一个分子是为你而存在 要么宇宙的每一个分子都跟你对立 你可以说出来 你是否把基督看作君王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不论临到你的是好事还是坏事 都是在推动你更靠近基督 靠近基督 当好事临到的时候 你会更亲近神 因为你觉得很感恩 当坏事临到呢 你也会更亲近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坏事让你知道你是何等需要他 好 一个抗拒基督作君王的人又如何呢 他同样要面临好事和坏事啊 好事临到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我不需要神 坏事临到他的时候呢 他觉得 我无法信靠神 因此对于一个没有把自己交托给基督 没有承认基督为君王的人来说 不论好事还是坏事 每一件发生的事 万事 好的 坏的 或者是毫不相关的事 都会使到这个人的心刚硬 把他推到远离神 使他背离神 你可以得到宇宙的每一个源子都为你存在 或者每一个源子都与你对立 但当中没有中间立场 不能两者兼得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除你以外 没有别的能力 求你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 帮助我们真正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 无论发生好事或者是坏事 都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帮助我们了解你的计划 因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感谢你 感谢神 你为我们的安排 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